受到以色列軍隊持續攻擊加薩的影響 由伊朗撐邀的夜門武裝團體青年運動 9號宣布了 即日起 不論經過鴻海的船隻國籍 只要船隻要前往以色列 就是青年運動的攻擊目標 青年運動表示 這是為了表達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如果加薩走廊得不到所需的食物和藥品 在鴻海開往以色列港口的所有船隻 無論國籍都會是武裝部隊的目標 還要求所有的國際航運公司 標於以色列港口進行交易 並且禁止與以色列往來的船隻 通過鴻海和阿拉伯海